知国股推介是中通快递2057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中通快递 去年市场份额按年扩大0.8%去到22.9% 连续8年稳居快递行业龙头 去年全年包裹能达到302亿件 按年增加近2.4% 就位于自动化设备的投入提升效能 公司在快递价格下跌的同时 无理得扩张4.8%去到30.4% 管理层对公司快递市场份额势 头保持正面的看法 与其2024年包广量将会按年增长1.5%到1.8% 相对于同业增长率就是1.2% 中通近日升穿3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昨天收报166.7%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目标先看180元区 回到的话适宜守住150元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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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